美国国会上个星期通过了扩大对俄罗斯制裁的法案 尽管俄罗斯在上个星期五就公布了美国外交官数量将被削减的回应措施 但是普京的声明首次确认了受影响的美国使馆人员的庞大数量 普京告诉媒体 俄罗斯等了很长一段时间 觉得事情也许会好转 俄罗斯希望和美国的双边关系会有所变化 但是从各种情况来看 不会很快发生 普京警告说 俄罗斯还有更多的选择 可以采取进一步的行动来削弱美国的利益 不过他没有提供细节 他表示 希望不会走到这一步 普京否认俄罗斯干涉美国大选 声称有人利用美国内部的反俄情绪开展政治内斗 与此同时 美国驻俄罗斯大使馆发表了一份简短声明 对俄罗斯的做法表示了极大的失望和抗议 нужен监督阳 plus大选择 和谈认俄罗斯的拉罗斯大使馆发表了一份简短声 削提供的失望 也把握 visually在上进行 碎上进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